來 小辣 老八 是的 我們剛剛講到細菌 這時候細菌風就來啦 俗辣情報員把你的手伸出來 你的手肯定有非常多的細菌 噴一噴 噴一噴 來 黑布辣情報員請起立 你整個人都是細菌 整身都要噴 好的 細菌就是這樣 等一下 你是在做法的 噴一噴嘛 因為細菌它常常就是藏在一些 我們忽略掉的一些小細節 有哪一些地方呢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超嚇人 這些貼身的日用品 細菌量比馬桶還要多 有擺一些東西呢 像是我們平常去上班的時候 會隨身攜帶的水壺 你以為水壺你平常洗得乾乾淨淨 但是瓶蓋一些小細節 你有洗乾淨嗎 就是那個瓶蓋 還有 我們下開之後 我們會去健身房對不對 我們大家會用那個瑜伽墊 你知道這個瑜伽墊上面 有多少人躺過的汗水 全部殘留在上面嗎 接下來還有你 你拿著遙控器想轉台 看看你手上的遙控器 遙控器可是細菌很多的 你知道嗎 好多害人聽聞 我們講的我們都不該如何自主 細菌無所不在 但怎麼知道怎麼樣跟它和平共處 尤其是那個遙控器 聽那個酒店的時候 那遙控器那遙控器 為什麼 為什麼會講家裡的呢 那個遙控器真的是最髒的 大家剛剛有講到的 所謂講到的就是講它遙控器 甚至有人會想到說 紙鈔就是那個 錢最髒了 對 其實喔 根據我的調查 第一名 牙刷 牙刷的 對 牙刷的細菌數比馬桶多55倍 陳丁牙醫師做了 他講88倍 我們在歷史說馬桶 我們在馬桶變好乾淨的地方 對 我再請問一下 你說馬桶是馬桶蓋的 內側 掀起來的馬桶內側 它每平方公分大約3000左右而已 好乾淨的地方 對啊 這麼乾淨 這個乾淨相較起來 你看 它這個牙刷是馬桶的55倍 所以為什麼 很多人刷完牙之後 嘴巴還臭臭的 會知道嗎 會發臭的大部分就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 它最容易滋生在這種牙刷 或者襪子 因為牙刷刷完之後 它有菜屑 肉屑 所以這裡面很容易滋擋細菌 你看家裡的牙刷 如果你牙刷發現底層 有一點夠 一定要換掉 當然牙醫師或很多牙刷的廠商 希望你每個禮拜換 但是我發現其實 也是噴一看什麼刺濾酸什麼那些 對 泡泡酒精 起鼠泡酒精 泡一泡 再一站起來就可以了 對 沒錯 第二名竟然刀針板 菜店 家裡的喔 不是那個肉湯 現在有不同材質 有的是木頭的 有些那種 強化的屁股 我這個是檢驗 木頭的 如果是塑膠的 有刮痕的 那要特別注意 陷在裡面 對 會陷在裡面 那木頭最麻煩 木頭因為它有纖維 它會吸所謂紅吸管原理 肉汁 菜汁會吸進去 所以不是只有固定 用那個熱水去燙 其實我認為一樣酒精最好用 但是要噴多一點 讓它滲透進去 不能的話 細菌素 第二名 接著第三名是什麼 大家都忽略了 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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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頭怎麼知道 你知道嗎 有的人睡覺流口水 滴滴滴就有分那個枕頭布 裡面的進去的 不管是鵝毛什麼毛的 裡面你看它塵蟎 細菌特別多 大部分只有換那個外套 外套 對啊 不可能會裡面從來沒有清過 就換外面那個啊 對啊 所以裡面的啊 怎麼辦呢 為什麼古代的人要照理曬太陽 咖啡皮 咖啡枕頭 就像史外線殺菌 枕頭第三名 還有五倍 注意喔 這個枕頭 頭皮上這個皮屑 而且頭皮有汗線 跟腳一樣差不多 我們腳底部的汗線 每平方公分大概是600個汗線 鴿子窩的汗線 都沒有頭皮跟腳底多 所以它分泌出來 譬如說有鹽分也好 胺基酸 甚至這個油脂成分 它剛好是葡萄球菌最喜歡的食物 所以葡萄球菌它分解完之後 產生那個酸 就是乳酪那個臭味道 臭襪子 枕頭的味道就那個味道 如果我枕頭每個禮拜都換呢 那OK 我說枕頭套 枕頭套 每個禮拜都換 OK 對 因為它還不會滲進去 來 其實喔 這裡還有提供一個 大家要去思考的 我們很多的上班族 其實平常他就有些 因為業務的關係他需要開車 或者是計程車司機 那其實常常就要加油 那加油就會送一些便利的東西 例如說衛生紙 所以其實一個計程車司機 或者是一個開車的同勤族 或者是業務員 車上有四瓶 礦泉車是一個很合理的事情 但是其實這個有潛藏的危機 因為我們現在車子是密閉的 當你停在戶外的時候 尤其是像現在的氣溫這麼高 其實這些礦泉水 如果你有打開過或有喝過 那你就要小心了 我曾經遇過一個計程車司機 他其實平常在這邊工作 他水上非常方便 所以他那礦泉水就是放車上 那有一天他喝了水之後 那個杯子還是放在車上 那其實中間他過了一兩天之後 他在工作還是持續 那邊水沒有喝完他覺得可惜 他繼續去飲用它 結果到傍晚的時候 他忽然上吐下瀉來刮脊針 那他其實已經吐拉到 整個是脫水的狀態了 後來幫他緊急檢查 想說你今天我們吃什麼特別的東西 怎麼會拉肚子這麼嚴重 後來我們抽屍不會就是那一罐水 那其實我們只要是開封過 尤其是你接觸到嘴巴 我們的口腔裡面不是無菌的 口唾液啊 站在那個瓶口上 其實你又放在那種 溫暖的環境裡面 它就開始滋生病原體 那你久了之後又把它拿來喝 其實那瓶水就像培養名一樣 你真的就是喝了過多的 病原菌在身體裡面 才會導致它很嚴重的 類似食物中毒的症狀 講到這個細菌 我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次有一個上班族 他來我們門診是來看 他的那個毛囊眼跟類似痘痘的問題 可是很奇怪的是 可是很奇怪 一般來講毛囊眼可能全年會長 每一半都會長一些 為什麼只有右邊 因為通常只有單側的話 你會覺得說他是不是接觸到什麼東西 就問來問去 後來發現 原來他每天睡覺的時候都習慣 右側睡 所以導致這樣的問題 這時候他老公在旁邊講說 他不只右側睡 而且他常常都 他老公出來講 因為他老公知道他常常流口水 他有跟他老婆講說 老婆你這個 每天這樣流口水這樣不行 還不知道那個枕頭套 常常換一下這樣比較好 他老婆就說沒關係 反正冷氣隨隨都乾了 所以他那個就是 細菌都在那邊 所以說後來導致這個毛囊眼 那個問題非常嚴重 後來我們請他們說 的確是你這個枕頭套定期要換 果然他後來就慢慢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這些毛囊眼 有可能是因為接觸到一個問題 講到這個細菌的汶床 我這邊還是要分享一個 其實除了剛才講 這些很多很髒的東西 還有一個東西也蠻髒的 就是我們在浴室裡面 常常會有一個擦手的毛巾 其實那個東西大家蠻常忽略的 因為大家很 擦毛巾可能拿來擦乾用的 可是大家沒有想到說 每次擦乾放在那邊 其實是細菌也越來越多的 所以那擦手巾 其實大家也要定期的拿去洗 不要一直都晾在那邊 絕對 尤其廁所很少曬到太陽 對不對 都在陰涼處 也是個培養名 那也是個非常好的 那是細菌的先進 先進對不對 其實我們講的浴室 浴室藏污納垢 像大條的浴巾 我可能沒辦法每天去洗 一個浴巾造成一個女性的 浴巾 這麼神奇的浴巾 很誇張對不對 這是一個實際上的案例 因為我們年輕的女性 是我們身邊的工作人員 她們家浴室是沒有窗戶的 沒有跟對外通風的 她跟她先生共用一條浴巾 這浴巾很大 問題是 她先生比較早下班 她比較晚下班 所以常常先生洗完澡以後 用了浴巾 浴巾稍微有點濕了 就掛在那邊 等她晚上弄完小孩子 再去洗澡的時候 她可能滿晚的再用那條浴巾 結果她們結婚了一年多 都沒辦法懷孕 而且她這個女生呢 她一直有 她去看醫生 醫生跟她說妳有黴菌感染 妳有黴菌感染 她想說黴菌感染 那我自己在醫院工作 我就不用看醫生 我去藥房買個酸劑就好了 很方便 就用酸劑去治療 治療會好了 可過一陣子又有 就一直反覆 一直反覆 所以一年多來都沒辦法懷孕 後來醫生再仔細問她以後 再了解說 會不會跟妳的先生有關 因為妳黴菌一直反覆感染 跟先生有沒有什麼關係 結果她先生有 用浴巾擦香港腳 浴巾擦擦手 洗完澡 擦手 擦身體 擦擦臉 擦擦腳都會 結果呢 就這條浴巾 就變成一個傳播的媒介 我想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什麼安全帽 浴巾 毛巾 這些都是貼身的用品 那有一個我們常常會被忽略 甚至沒有注意過 就是我們女性的 其實也有可能會有細菌入侵 像什麼衛生棉 衛生棉條 那有一個比較知名的案例就是 美國有個名模 她很年輕 她同時也是一個運動員 就是身材很好 可是呢 她在五年前 曾經一度病危 她的病危是怎麼樣 就是突然間她就濕進了 呕吐了 然後發高燒 甚至昏迷 而且送到醫院以及器官衰竭 那就是差一點就送命 後來醫師趕快幫她就是急救了 急救再去查說到底是什麼問題 因為醫生為了救她命 其實已經把她的腿都擠掉了 後來發現說 原來她是使用了那個衛生棉條 因為國外比較流行用衛生棉條 加上他們運動 比較常在運動 那個棉條呢 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去感染了細菌 不知道 她放在體內就這樣重了 甚至呢 在國內 在幾年前也有過一個 就是一樣是一個少女 19歲而已 她是一個也是學校校隊的 游泳校隊 因為要游泳的關係 要訓練的關係 她就用棉條 可是呢 因為飲放 訓練時間又很久 她就甚至到忘記 常常是這種事情 那一開始她就看 就是一開始她其實是覺得 就是有些搔癢感 有些不舒適 下體的部分 結果等到有一天她痛得非常厲害 的時候去婦產科 醫師一幫她檢查 她整個骨盆腔腔腔這邊 全部都已經 都糜爛了 然後她就跟醫生講說 我因為有煉油有關係 我有使用那個棉條 結果疑似就是 可能是放在體內太久 因為那個棉條很會吸 而且在體內是潮濕又高 溫度比較高的環境 所以用棉條的人還是要特別小心 甚至婦科醫師最近也都會一再倡導 就是說我們這種衛生用品 不要放在浴室裡面 因為很多女生其實她為了方便 她就放在浴室裡面 可是浴室就是潮濕 有時候你開封 或者是甚至你單片單片 都不能放多久你都不知道 他們也還會特別提醒 你在用之前最好還是手是乾淨的 不然也會經過手 去做一個細菌的滋生 對 所以要很小心 細菌真是無所不在 所以我們看一些那種 我這種新手媽媽拿了個酒精 每天從頭噴到我 從頭噴到腳 有沒有 妳還看小孩 要抱 對不對 好像每一個人都是帶了很多 就是個細菌的代源 對不對 其實在家裡的小朋友還好 如果送到幼稚園或是小學生 去學校一整天回來 我做過的調查 哪裡最髒呢 她的兩個褲口 她的細菌是腐肉的三倍 腐肉的三倍 所以回來叫家裡媽媽 小孩子的褲子擦手的地方 是腐肉的三倍細菌 所以我們現在證明 回來 不要 比如說家裡有兄弟姐妹的 對 不好意思 你是情報員 你不能亂下註解 觀眾會盡以為爭 腐肉不能吃 腐肉不能吃 所以媽媽接小朋友下個回來 不要馬上讓她去抱弟弟妹妹 要趕快把她換衣服 然後才可以 不然的話 她身上的這種細菌 會傳染給家人 過去幾年 曾經被拿來跟馬桶比較的 牙刷曾經被比較過 但是鍵盤 鍵盤 滑鼠 因為你不可能拿去浸泡在酒精裡面 還有上次我們節目裡面的 對不對 我現在就是要講手機 這麼巧 對不起 我破你的哏 我怎麼這個就是急功耗力 因為手機這個東西 跟著我們大人上山下海上廁所 你不管去哪裡 你總是喜歡拿著它看個追劇也好 滑個手機 跟人家傳個訊息也好 這些動作呢 其實都很喜歡把這個細菌帶到上面 其實這些細菌對大人來說 你就算在接觸到 不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常常都跟媽媽說 你如果大便手插完屁股 手沒洗乾淨滑手機 這個細菌再進去你自己身體 沒事 可是這個細菌如果被孩子碰到了 就可能會有問題 我之前曾經遇過一個2歲的孩子 媽媽就抱怨說 為什麼他每隔一陣子就拉肚子 然後呢 我仔細問了一下 結果發現說 其實媽媽在消毒的部分 很仔細喔 他去外面的餐廳就是到處噴 到處消毒 家裡面所有的什麼東西 能夠消毒的就消毒 可是手機它就是 小孩子才2歲 操作已經操作得很順利 然後呢 偶爾還會把手機放到嘴巴裡 咬一咬 咬一咬 東摸西摸手之後放嘴巴裡 同樣的細菌 爸爸媽媽 大人沒事 可是在小孩子身上 就是反復的腸胃發炎 反復的蠟肚 非常的合理 沒有太多的疑問 沒有懸念 對不對 醫生從事老師常常說呢 要清洗手 濕脫衝膨擦 對不對 是有原因的 洗手一個簡單的小動作呢 可以瞬間殺死 近千萬隻的細菌 讓自己免於生病受苦 第二個情報 小孩情報也非常的好 再成立 太成立了